全世界都不如你了 那边 校长 请问毕业典礼的时候 全班同学都会来吗 那不一定啊 你比如在外地工作的同学 那有可能抽不出空来啊 这什么意思 那 请问 您知不知道我在班上 有没有和我关系比较近一点的同学 袁瑟雅同学 你这问题可是 问得特别有水平哦 不是 其实我想问的是 还是等毕业典礼那天问同学吧 没事了 校长 我先走了 拜拜 不是 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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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冷不冷啊 啊 冷不冷 冷 老爸 你干嘛不直接过去找他呢 你懂什么呀 距离产生没 舔狗这个词听过没有 算了 跟你说了也不知道 可是 您夫人却不知道 您对他这么好啊 有逗猫的性质都不给我打电话 他不是想解除婚约吗 对了 老板 您晚上约了方总吃饭 时间快到了 走吧 怎么 看我 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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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月月啊 对啊 我说这里怎么也有一家翠玲珑呢 连锁餐厅你忘了吗 对了 一会儿跟我一起吃个饭吧 我正好有事想问你 好呀 这家饭店的主菜啊都特别好吃 不过今天的包房都已经排满了 没事 只要你买单吃什么都好吃 嗯 这么多年修整个还是什么体贴 怎么了 你盯着我看还跑跑蛋 你跑得过我吗你 也是 我跟你一个体校生叫什么劲 之前在我餐厅做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辞职了 还不是因为我妈天天念叨着我去找工作 还说要找专业对口的 我一个学天津的工作多难找啊 难不成让我去送外卖啊 我听说现在的外卖员每个月挣的可不少 依你这速度肯定能比他们多跑两的 那 好歹我也是个女孩子吧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 那我前段时间给你打电话 怎么一直都没有人接啊 我手机被我爸没收了 那 你有听说你姐的事情吗 她好像要结婚了啊 我没给你了 你怎么有什么事 我让你来找我 你怎么会来找我 我还没想到那里 你怎么能的 我不是跟他人家 我帮你帮你 我帮你去的 我照顾你 我帮你去年轻的 你帮你去年轻的 我走得把你帮你 你帮你去年轻的 我把你帮你帮你 你把你帮你帮你 感谢观看 我都不知道您宴请贵客 招待不周 还请见谅 这个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 这束玫瑰 送给这位美丽的小姐 来 看一下 想吃什么 点最贵的 你安排吧 还点最贵的 见了 等一下 这次合作 方总提出的条件 诚意十足 她就提出一个条件 便是 你干嘛 你看人家是不是很有女人为啊 以后可不许说我汉字了 你这么娘 我真的很受不了 讨厌 你去哪儿找男人 你整个温大师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你还是我的师父 我人生的指名灯 我不找你找谁啊 师父 这么巧啊 这位是 这是我朋友 哦 该不会是你跟我提过的 野男人吧 你说什么呢 你好 我叫裴秋哲 请问你是 他也是我朋友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 跟你这位朋友介绍一下我 刚才不是已经介绍了吗 你也是我朋友啊 之前你可是说 我英俊潇洒 是你在文大师 唯一的朋友 那不是 情况所示 你知道什么样的朋友 才是唯一的朋友 好朋友 很好的朋友 是男朋友